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护港股市总结 我是曾珍 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各股市的收盘情况 港股方面 横指今早低开0.61% 早盘一度冲高至24657.87点 尾盘再度下垂 截至收盘 恒生指数跌0.64% 跌158.39点 报24521点 国企指数跌0.43% 跌49.9点 报11647.42点 下面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主要蓝筹股的表现 汇丰贡股跌5分 中国移动跌2块 建设银行跌1分 工商银行跌7分 中国银行跌6分 港交所跌7毛 中国人寿涨1毛5 油包保险涨1毛5 腾讯控股跌1块6 金沙中国跌1毛5 长江实业跌1块6 新鸿基地产跌1块6 九龙舱跌1块6毛5 中国海外涨5毛5 华人质地跌3毛5 中海油跌4分 中石油涨2分 中石化跌2分 昆仑能源跌6分 中国神华涨2毛 观众港股方面一起来看一下内地股市今天是怎样的发展 互升两市开盘涨跌不一 互指低开震荡上行 午后在券商银行 保险等权重板块带动下 重新占上3100点的关口 最高上探至3119点03点 之后回落涨幅收窄失守3100点的关口 正幅近3% 深圳至高开震荡走高 创业板低开后冲高回落 最低下探1702点56点 考验1700点的关口支撑 两市成交近4500亿成交量 创仅3个月以来的新低 从盘面上看 券商 保险 白酒 银行 建筑装饰 汽车 石油 网络金融等板块的涨幅居钱 体育产业 在线旅游 传媒 在线教育 国产软件等的跌幅居钱 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截至到今天收盘为止A股的主要情况 上涨终止暴3095.12点 上涨19.22点 生成止暴10868.14点 上涨77.04点 护神300指数暴3345.92点 上涨33.5点 创业板止暴1708.85点 下跌22.12点 接下来来关注一下今天H股对A股的五大折让 浙江市保折让78% 洛阳玻璃股份折让76% 山东墨龙折让74% 东北电器折让72% 义征化线股份折让69% 再来看一下H股对A股的五大溢价 万科企业溢价8.1% 江苏宁护高速溢价7% 安徽海螺水泥溢价6.8% 青岛啤酒股份溢价2% 工商银行溢1.8% 关注完股市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有哪些重要的财经资讯 融创中国加兆业联合公布 融创收购加兆业49.25%的股本 约25.29亿股的股份 现金总代价为45.52亿元 融创需按例提强制性全购邀约 每股现金作价即1.8元 较加兆业停牌前溢价13.21% 设资19.23亿元 同时每面值1港元可转换债券要约价为0.68元 按目前在外流通本金总额15亿元人民币计 可转债要约价值约11.91亿元 连同购股权注册要约总代价共约31.53亿元 而买卖协议先决条件 其中包括加兆业债务违约已经通过债权人同意豁免 部分或全部现有债务已经进行重组及再融资 并在现有债务下没有违约事件及可能违约事件的发生 所有现有纠纷 法院申请通过和解及其他方式解决 并令邀约方满意 及集团的所有业务运营非正常经营状态 通过令邀约方满意的方式来解决 北京市政府京港地铁等股东就北京地铁16号线草迁特许经营协议 16号线唯一公司经营和银项目 总投资额为495亿元人民币 京港地铁将参与该线的投资营运及维修 京港地铁由港铁北京首都创业及北京市基础建设投资 分别持有49%、49%及2% 港铁署理行政总裁梁国权表示 16号线是京港地铁的第四个轨道交通项目 根据特许经营协议 京港地铁将负责项目云印和维修 为期30年协议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后即可落实 第一期预期2016年底前通车 2017年后可全线投入服务 土木建造工程部分将由北京市基建设施投资负责 而京港地铁则将负责基电设备系统工程及车辆 占总投资额约30%及约150亿元 港铁将向京港地铁注入不多于24.5亿元的额外资金 以支持16号线项目的投资 好了以上就是由要财财新台为您直播的护港股市总结 谢谢观看我们明天再见 谢谢观看